這位女性不得了啊 這一次他跟文壽說 你在家裡顧好孩子了 該我走上街頭 跟他們的意念不相同的 泥巴就上來了 還好文心的博士是真博士啦 高金素媒我大聲的講 我只有高中畢業啦 我跟大家報告 一個高中畢業的人 不需要弄假學歷 不需要弄假論文 因為我對自己太有自信了 因為我清楚知道 我是站在正義的正義方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讓我們真心真意 踏踏實實的做人 讓我們用心 讓我們用正義用善良改變台灣